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卫·舒尔茨在《大思想的神奇艺书》中说 决定成功的因素中 体力、智力、精力、教育都在其次 最重要的是思想的大小 我们不得不承认 很多时候人与人的最大区别 就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 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这九个幽默的小故事 让你独透逆向思维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苏氏说 横看成岭侧成风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生活中很多时候 我们会很容易被眼前的障碍所蒙蔽 如果能从当前的环境脱离出来 从一个新角度去解决问题 也许就会柳暗花明 换个角度想问题 结果大不同 一个土豪 每次出门都担心家中被盗 想买只狼狗拴门前护院 但又不想雇人喂狗浪费银两 苦思良久后 终得一发 每次出门前把WiFi修改成无密码 然后放心出门 每次回来都能看到十几个人 捧着手机蹲在自家门口 从此无忧 护院未必一定要养狗 得到的感悟是 换个角度想问题 结果大不同 美国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 在偏见的本质艺术中说 标签的作用犹如一个拉响的汽笛 它让我们对所有平时能感知到的细微差异 充耳不闻 曾经有这样一个测试 一个公安局长正跟一老人聊天 突然一小孩急冲冲跑过来 对公安局长说 你爸爸和我爸爸吵起来了 老人问 这孩子是你什么人 公安局长说 是我儿子 那这两个吵架的人和公安局长是什么关系呢 在一百位测试人中 只有两人答对 答案很简单 公安局长是个女性 吵架的两个人分别是她的丈夫和父亲 很多人答错的原因在于存在性别刻板印象 把女性与抚育特质相关联 而把男性与领袖特质相关联 本能地把女性排除在某些工作岗位之外 虽然人人都不喜欢偏见 可人人都会有偏见 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路 一个博士群里有人提问 一滴水从很高很高的地方自由落体下来 砸到人会不会砸伤或砸死 群里一下就热闹起来 各种公式各种假设 各种阻力重力加速度的计算 足足讨论了近一个小时 后来一个不小心进错群的人默默问了一句 你们没有淋过雨吗 得到的感悟是 人们常常容易被日常思维所禁锢 而忘却了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路 换种算法 独皮蹊径 一位大爷到菜市场买菜 挑了三个西红柿到称盘 摊主称了下 一斤半三块七 大爷说做汤不用那么多 去掉了最大的西红柿 摊主说一斤二两三块 正当身边人想提醒大爷注意称时 大爷从容地掏出了七毛钱 拿起刚刚去掉的那个大的西红柿 潇洒地走开了 得到的感悟是 换种算法 独皮蹊径 你会发现解决问题的另一个方法 你所拥有的正是别人所羡慕的 两只老虎一只在笼子里 一只在荒野中 两只老虎都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好 互相羡慕对方 他们决定交换身份 开始十分快乐 但不久两只老虎都死了 一只饥饿而死 一只忧郁而死 得到的感悟是 有时人们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 总是把眼睛看向别人的幸福 其实你所拥有的正是别人所心献的 我们经常羡慕别人 殊不知别人光鲜亮丽的背后 也有难言的痛 因为人人都有伤心的事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或许当你在羡慕别人的时候 也有人正在羡慕着你 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 乐观的人从不妄自飞薄 能看到自己的优势和长处 从而获得幸福感 悲观的人只会看到自己的短板 悲天闽人自寻烦恼 不要总是觉得别人收获得比你多 不要总是心存不满 你没有看到别人背后的眼泪 也没有看到别人背后的付出 幸福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你不是我 怎知我走过的路 心中的苦与乐 古人说 临冤陷余 不如退而结往 别人再好 也是别人 自己再不堪 也是自己 独一无二的自己 只要努力去做最好的自己 一生足矣 后退一步 有时候是另一种前进 孩子不愿意做爸爸留的课外作业 于是爸爸灵机一动说 儿子 我来做作业 你来检查如何 孩子高兴地答应了 并且把爸爸的作业 认真地检查了一遍 还列出了算式 给爸爸讲解了一遍 不过 他可能怎么也不明白 为什么爸爸所有作业都做错了 得到的感悟是 巧妙转换角色 后退一步 有时候是另一种前进 掌握真实需求 价再高 也有人买单 一家浴室里 男的说 老板 你这洗澡多少钱 店老板说 男浴池十元 女浴池一百元 男的说 你抢钱哪 店老板说 你想去男浴池还是女浴池 男的果断交了一百块 进去女浴池一看 全是男的 得到的感悟是 掌握了客户的真实需求 再高的价格 也有人愿意买单 路的旁边还有路 老和尚问小和尚 如果你前进一步是死 后退一步则亡 你该怎么办 小和尚毫不犹豫地说 我往旁边去 感悟 生活中 我们特别容易陷入 非A及B的思维死角 但其实 遭遇两难困境时 换个角度思考 也许就会明白 路的旁边 还有路 放手才轻松 老人对他的孩子说 攥紧你的拳头 告诉我什么感觉 孩子 攥紧拳头 有些累 老人说 老人说 试着再用力写 孩子说 更累了 有些憋气 老人说 那你就放开他 孩子 长出一口气说 轻松多了 老人说 当你感到累的时候 你钻得越紧就越累 放了他 就能释然许多 得到的感悟是 多简单的道理 放手才轻松 有人说 拿起时要扛得住 放下时要看得透 拿起和放下 是能力和智慧的体现 更是一个人 终生的修行 生活幸福与否 全在该拿起时 能拿起 该放下时 能放下 漏洞有时是致命的 年轻人不小心 将酒店的地毯 烧了三个小洞 退房时 服务员说 根据酒店规定 每个洞要赔偿100元 年轻人问 确定是一个洞100元吗 服务员说是 年轻人点燃烟头 将三个小洞 烧成一个大洞 得到的感悟是 漏洞有时是致命的 掌握逆向思维的人 在解决一些 棘手的问题时 往往能够另辟蹊径 找到解决问题的 巧妙办法 人生不如意之事 十之八九 生活中 多运用逆向思维 换个角度看问题 你会发现 失去也是另一种拥有 失忆也会变成失忆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